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天下午帅团访问日本 表态参选总统的副院长洪秀柱 还特地取消行程替王金平送行 一旁的国民党立委李红俊开玩笑的说 今天是总统要来送总统 不过王金平到底要不要参选依旧没有表态 至于洪秀柱提出的要采取全民调来决定提名人选 王金平说会尊重中常会决定 立法院长王金平帅团访问日本进行国会外交 登机前副院长洪秀柱特别到机场送行 总统来送总统这样 是大家好玩嘛 生活那么严肃干嘛呢 两个人都有意义要争取这个 国民党内的总统候选人的这个身份 那当然大家消遣一下没关系嘛 已经表态要参选总统的洪秀柱 一身轻松装扮 但星期三国民党中常会就要通过 总统的初选方式和时辰 洪秀柱主张要透过全民调来提名 他们的提名办法 也会送中常会的 所以常会来决定 一切顺其助然嘛 还有一句话就是顺夫大道 大道至今也天下围攻我已经讲过了 所以有一支 我一切还是秉持这样的两个原则嘛 顺度助然 应付大道 被立共参选的王金平还是不表态 但过去国民党的提名机制 都是采用三成党员投票 加上七成民调 洪秀柱要改规定 被外界解读 是在考量对自己有力 都不是从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 就是说哪一种民调方式 对我个人有利 所以我主张哪一种倒也不是 赶快协调一组 总统副总统的人选 那直接就透过协商的机制 来完成达政 如果说没有办法完成协商的话 就用全民调的方式 希望声音民意不要造成分裂 但党内也有不同意见 我不认为说透过初选 会造成党内的分裂 不会的 因为目前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需要更多的能量 我觉得初选的过程里面 来宣扬彼此的想法 然后本身就是一种造势了 希望累积国民党的能量 但党内到底有谁 角逐总统大位 除了不接受协调的红秀柱 还有被看好的朱立伦和王金平 三方人马意见分歧 看来星期三的中场会上 将有一番激烈攻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